春秋时期如何过渡到战国七雄分割华夏大地的局面 其关键就是因为田氏戴琪以及三家分晋导致周王朝的影响力无限接近于物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三家分晋在这个事件中到底牵扯到了几个国家 有哪些重要的人物出现 他们又做了什么 咱今天就来深挖属于春秋晋国的历史 看完之后你一定会明白 晋国要是打斗地主那就是把两王当队三处的大冤种 晋国的梦幻开局 晋国的开局有多梦幻 周王朝是周五王激发战胜了商朝臭名昭著的商周王帝新后创立的 晋国的第一任国君就是周五王的孙子晋侯谢 他的父亲唐叔于当时被爷爷周五王封了爵位 到了自己这一带将国号改为晋 除了和周五王的亲戚关系之外 他的老妈也是来头不小 江太公大家都认识 晋侯谢的母亲就是江太公的女儿 周朝创立者的孙子 加上周朝开朝功臣的孙子 这个身份比赛博坦星球的钻石还要硬 作为强烈对比的就是当时秦国的先祖 正在做一个很安全的工作 那就是养马 别说什么爵位了 在那个人均教育属于胎教的粗犷年代 不因为工作失误被按在地上打就不错了 所以晋国的开局 从根源上去看 是春秋五霸中最好的一个 这么一手好牌 到底是怎么打成一坨响的呢 不论哪个年代 投胎都是一门学问 在春秋时期 投胎到国家宗室当公子 肯定要比当一个随时面临吃不饱饭的平民要好 但这个观念要是放在晋国晋县公上位之后 就是一个灾难 投胎千万不要投到晋国宗室公子身上 因为结局大概率就是一个死子 之所以会产生这个情况 就要从晋昭侯那一带说起 他在成为晋国国君后 也为叔叔鸡成师立功无数 和自己关系还不错 就将如今的山西省区卧县封给了他 虽然地盘不大 但是在晋国还是占有不小的区域 毕竟当时周朝国家很多 晋朝虽然强大 但是地盘并不是很大 一个区卧县绝对算得上是大地狱 结果这一分就出事了 晋昭侯和鸡成师活着的时候还好 但是两人死了后 双方的后人就进行了长达七十多年的那战 最后的结果也很有意思 也不知道晋昭侯的后人到底在摸什么鱼 鸡成师的后代竟然赢了 从此之后晋国国君的传承就偏向了另外一脉 在历史上这件事称之为曲卧代翼 一个如今开了小小的曲卧县 改变了春秋晋国的命运走向 历史就是这么的奇妙 那这个和开头说到的晋献功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作为鸡成师的曾孙子 他想着自己的这个曾爷也不容易 打下了这片江山给我 我要以历史为镜子 未雨绸缪 防止后人内部争权才是 然后他就想出了一个缺德道家的主意 沙宗氏公子 你们这些人想要和我或者和我的儿子争权是不是 咱们都是一家人 对你们也不会下手太狠 直接把你们儿子给杀了 这就没什么问题了 死人永远都是最老实的 至于传承问题 我会担负这个责任的 不需要你们担心 生孩子这种事情 我很乐意 事实证明 这个做法在最开始确实有点作用 晋国在很长一个时间内 国力猛然上升 内部没有丝毫争权的问题出现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个缺德主意竟然传承了下去 宗氏的公子们长大后 就要想着怎么保命 大多数都选择了逃亡到其他国家 或者放弃宗氏身份 成为平民 总之为了保命 这个公子身份不要也罢 当年的晋文公姬众儿 作为宗氏公子时 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才开始跑路的 一跑就是十九年的时间 因为获得了秦穆公的帮助 才杀回了晋国 把晋怀公给弄死后 成为了晋国第二十二任国君 晋献公留下的烂摊子 晋献公的做法 也就在能力极强的 晋文公姬众儿死后 开始出现了弊端 他当年把宗氏公子都给杀了 但是一个国家想要运转起来 那是需要信得过的人来工作的 现在宗氏公子没了 谁来进行工作 当时女子当政的思想几乎就不存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晋献公做出了一个 让后人恨得直骂娘的决定 那就是让国内的十二个 异性氏族门法来处理工作 晋文公在世期间 对这些氏族门法 进行了有效的管控 毕竟人家有这个能力 可是晋文公之后 这番景象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些家族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到了春秋时代后期 在十二个家族的斗争下 只剩下了四个家族 他们分别是智家 韩家 魏家和赵家 春秋时代后期 这几个家族的力量有多强大 超过了晋国政权力量不说 在周王室出现内乱的时候 这几个家族直接出手 分分钟把内乱给平定了 周晋王看上去 是晋国扶持他座上的王位 但实际上 当时的晋国内部政权已经乏力 四大家族才是国内力量的主导 看到这里 问题就来了 四个家族 这不应该是四家分禁 怎么只剩下三家了 剩下的一家去哪里了 智家的灭亡 最强的往往容易被针对 当时的四大家族中 智家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也为智家的华氏人 智伯瑶乃是晋国国君的助手 也可以看作是二把手 晋国王室虽然力量不大 但他拥有行动的名头 做什么事情都能以晋国的名头来施行 作为一个有野心的人 智伯瑶每天想着怎么才能让 其他三家的力量归自己所有 日思夜想下 他有了一个损招 各位家主 我们都是晋王扶持起来的家族 应该感谢晋国对我们的栽培 如今晋国王室 力量孱弱 我们作为臣子不能坐视不管 我的想法就是让晋国王室重新强大起来 我们每家人都要给出一百里的土地 以及一万人给到晋王 只有王室的力量强大了 我们才会有更好的未来 其他三家主事人听完后 尴尬地摸了摸后脑勺 我承认你之家确实厉害 但我也不是傻子 你作为国君首席助手 给出来的土地和人口还不是你来管 再说了 就算你和我们一样交人交地方 你之家家大业大的也不心疼 不过韩家和魏家人都明白 如果不答应 那智伯瑶就有理由来攻打自己 在三思所之下 还是吃点亏 后期咱们再发誉吧 然而 赵家乃是投铁的狠人 你让我教我就教 凭什么 我还怕你个智伯瑶 有种弄死我 智伯瑶笑了笑 同志们 晋国出内贼了 咱三家人一起把赵家干掉 打完了 把他的地盘给瓜分了吧 魏家寒家一听 这个生意可以做 于是就跟着智家攻打赵家 赵家很显然面对三家的家机 占不到什么便宜 一路被打到 退缩到晋阳城 这时候赵家发现 咱们这个晋阳城粮食充足 均谢其者 咱们坚守城池 消耗敌人 绝不投降 很显然 赵家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其他三家人在 攻打了两年的晋阳城 还是没能获得进展 眼看士气变得不对劲 智伯瑶着急的到处溜达 溜达中他发现 晋阳城外有一条大河 若是开闸放水 直接把晋阳城淹了 岂不是能解决这样的尴尬局面 于是志家很快实践 果然进阳城内 哭海声音连天 许多士兵都被淹死城中 凄惨至极 看到自己的杰作 智伯瑶对 魏家和韩家的主事人说 你看我这水放的 多厉害 谁能挡得住啊 一听这话 魏家和韩家一击灵 好像咱们家背后 都有一条大河 现在志家这么对赵家 以后再用同样的方式 对我们 他不就要统治晋国了吗 恰逢之后 赵家找到机会 和魏家 韩家进行交流 你们一开始就知道 他志家不怀好意 他的地方和力量 也是最大最强的 我赵家没了 你们还有希望能活下去吗 这一次会面 改变了家族战斗的趋势 赵韩卫决定联合攻打志家 智伯瑶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 因为自傲说的一句话 会导致队友的反叛 就在志伯瑶还在睡梦中回想自己使出的妙计时 三家人直接打了过来 志伯瑶被生擒 没了领导人 志家兵败如山倒 很快就被灭了 地方和人口被分得干干净净 当戒哀公去世之后 这三家人就把晋国王室大部分的领土都给分了 又过了大概三十年 晋国王室只有地盘没有力量 三大家族找到当时同样积累的周王朝要封决 几为顺利的建立了诸侯国 又过了二十多年 晋国彻底灭亡 三家分晋事件一共持续了大概半个世纪的时间 可见这时候的晋国王室是真的没用 如果当年的晋献公没有追杀那些宗室公子 让晋国一直都处于中央集权掌控的状态 也许战国七雄分割天下的画面 也就不复存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